王晓妮 永济 雨飞娘娘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你为什么哭啊 没写什么 就是关心我有没有吃饭 有没有穿好衣服 我没哭啊 你胡说 一定有什么让你难过的事情啊 你快告诉我啊 就算你要难过 我也要陪着你难过 说吧 这一路 我们已经同甘共苦够多的了 这件事情 不需要你跟我一起承担 我没难过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明明难过 你说你不难过 你明明哭了 你又说你没哭 还说什么 不应该我跟你一起承担 那应该是辛柔 跟你一起承担是吗 你干嘛提他呀 我想一个人难过 一个人静一静 难道不行吗 我舍不得看你难过 舍不得看你掉眼泪 难道你不懂吗 你一定要看破我的脆弱 把下我肩前的外衣吗 我也是担心你嘛 我也一样舍不得你难过 要不是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你堂当一个男子汉 怎么会哭呢 你是我那么重要的人 就算在我面前流泪了 又有什么丢脸的 我还不是一天大晚的窗户 出丑闹笑话掉眼泪的 我只想陪着你 一起哭 一起笑 我们还有好长的日子要过呢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 不要怕让我知道好吗 你不说的话 我这里会痛啊 小影子 她还不如上次吊死算了 免得天天这样思念儿子 过着痛苦的生活 小燕子 现在额娘寻死的画面 我还历历在目 被以为有心容陪她 我可以做一个 潇潇洒洒的儿子 但是没有想到 她根本生不如死 额娘这一生 过得非常地寂寞 本来我是她的全部 可现在这个全部 却变成了额娘的悲剧 我该怎么办 可是 我舍不得你 但是我也舍不得 让我额娘过得这么悲惨绝望 我知道 是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是我把你额娘弄成这样的 可是 我也舍不得你啊 我该怎么办 如果让你跟皇阿嬷回去的话 你会不会比较好过一点 跟你分开吧 那痛不一生的是我 我也是 老老头 我怎么觉得 越来越像你的书童了 还给你背着个画架 你会不会太夸张了 我好歹也是宫廷太医啊 太医又怎么样 你不是说比我年轻吗 中国有句话不是说 敬老尊贤吗 你就敬一敬我这个老人 醉下我这个宫廷画师咯 行行行行 就冲着敬老尊贤 我给你背画架 我说你至于出了门了还背个画架画画 我们现在首要的是 要劝班杰明跟我们一起回去 你还有这样的贤心意志 你真舍得他 人哪不管什么关系 缘分到了 该分手就分手 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强求 你好像比我这个做师傅的 还舍不得啊 我当然舍不得 班杰明跟我是忘年交 是好哥们 少了他 我的育药房生涯就变得无趣了 在你画画之前 先陪我去十全十美面殿 皇上交代了 要我给那些顽固的孩子们 把脉检查身体 郎老头 你呀 就先当一回我的跟班吧 走吧走吧 前面走 哥 老爷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 肖剑 老爷 你这边坐吧 老爷 我告诉你啊 我哥哥肖剑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老天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哥哥 福伦告诉我 你跟小燕子是兄妹 你们的父母在临终之前 把你们俩一南一北托人抚养 所以兄妹分散了 是 听说你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 才找到小燕子 所以想把她带到云南去生活 是 听说你能文能武 饱读诗书 世上哪有能文能武 饱读诗书的人 生命这么短暂 学问那么广大 用短暂的生命 学习无边的学问 谁能学得完 这几个字太重了 小姐 你是小燕子的哥哥 也等于是我的孩子 我看你一表人才谈吐不俗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随我到北京去博取一个公民 也给你早逝的父母光宗耀祖 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愿意 不愿意 你回答得好干脆啊 可是秦儿和我皇家的关系 非比寻常啊 又是老佛爷一手带大的 现在秦儿认定了你 你对秦儿有什么打算 秦儿跟了我 他的人生就由我萧贱负责 当然也是跟我回到云南大理 秦儿随你回云南大理是不错啊 但也要等到你们两人完婚之后吧 不如你们两个随我一起回北京去 让老佛爷为你们举办一场 盛大的婚礼之后再行打算 如何 秦儿和我以及小燕子 过去都是截然益生 没有什么亲戚家人 如今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 婚事我们自己会处理 你的意思是说 你绝对不会为了小燕子和秦儿 去北京 你甘愿放弃仕途前臣 人各有志 我海阔天空已经习惯了 只想四海为家 不求功名利路 我有自信 可以照顾好秦儿和小燕子 你跟小燕子果然是兄妹 都有一个硬脾气 老爷 我哥他真的很棒 他好了不起的 而且啊 他武功也是超级超级的厉害 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秦儿如果跟我哥在一起 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老爷 您就成全他们俩吧 好吗 成全这两个字说得容易 问题是 秦儿就像我的亲身女儿 难道我就这么狠心 随随便便地把她嫁出去吗 这让我如何向她过世的父母交代呢 还有老佛爷难舍的心情 你们都顾虑到了吗 皇上 秦儿已斗胆地将您视为自己的父亲看待 我不在乎婚礼的形式 我需要和想要的 就是一个终身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伴侣 相信我在天之灵的父母 也是这样的期望 我在此恳请老爷的体谅和祝福 不管萧敬决定去哪里 秦儿一生无悔 天涯海角 追随到底 金索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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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看 这几天啊老爷在这儿 我都没有心思做生意了 今天啊我要把少转的枪通通转回来 好 在这深深庭念 飞来燕子变变 从此风波不断 又紧又有闲 不管多少有的难 不断的枪通转回来 留在我们身边 留在我们身边 永年有永远 四大财 美女 这首歌 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 班杰明为我唱的燕子歌 你们这些笨都坏透了 一大早生意还没做呢 你们就让人这么感动 要避出我的眼泪 你们真是坏透了 你们就那么想看我哭 小燕子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快乐 我可不想看到你流眼泪啊 是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泪水的 我来南洋这几天 你们流了太多的眼泪了 今天我是想让你们开心的 老爷 这一大早上的惊喜 都是您安排的吗 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去年的歌 去年的曲子 去年生日会上的种种感动 我 仿佛却出现在眼前 老爷 你把乐队服装都带来了 对我们那么好 非要让我们感动不可吗 两位哥哥 别哭啊 这首歌 我们当时只听过那么一次 为了回响这首歌来练习 我们几个简直 绞尽脑汁挤破脑袋 拼命回响 对啊 也不知道我们几个唱得是对是错 班画师 你是这首歌的原创者 赶快给我们指点一下吧 没错 一个字都没错 你们唱得太好了 太好了 看来这个老头子是有备而来的 他准备分化我的家人 子薇啊 我这个做父亲呢 过去给你带来太多的伤害 尤其是负了你娘 又冤枉了你娘 还把你跟小燕子推付法场 如果我现在的好 能够弥补以前的错案 让你们感受到 我对你们的爱 那一切都值得了 花妈 能够听到您这么对我说 我娘在天上 应该安心了 鸟师 energy 公交 可以 讓我們把你呵護 藏在我們家 此為華 要此為華 好一朵美麗的滋味花 好一朵美麗的滋味花 狂風暴雨都不放 都有冰晶又浪花 小大俠 你怎麼了 又有誰招惹你了 幹嘛跟水桶過不去 如果有人想拆散你的家人 你就知道過不過的去了 你該不會是擔心小燕子感動 怕他動搖吧 不止小燕子 你們每一個人 在那個老爺無所不用其極 各種親情公事之下 做一個感動又一個感動 你們當我是瞎子 看不出來嗎 小姐 我理解你現在的激動情緒 現在想要你冷靜 想必你也做不到 但是我們每個人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如果面對親情的感召 我們還無動於衷 那我們就不配為人子女 也不配為人臣子 我承認我是有所動搖了 我就知道 和你們生死與共一場 最後還是敵不過 生養你們的父母親人 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 還是發生了 也對 畢竟我們不是親兄弟 流的更是不同的血 你們怎麼會在乎和我的約定 是我太天真 以為你們會信守承諾 是我太傻了 你不要激動 我們動搖全是打擊了你 我們很抱歉 可是 面對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和父親 他幾乎 已經放下了所有的尊願 今天想去討好我們每一個人 這如果不是他的真心誠意 我想 以老爺的身份地位 讓他低聲下氣 那已經是他的極限了 而我們 卻為了瀟灑快活 把所有的悲傷 思念 痛苦 都留給年歲已高的父母親人 我覺得我很殘忍 很自私 如果讓我放棄一切回去 帶給他們是安心和快樂 那麼 我寧願放棄我的理想 我不想做一個自私的女兒 是 你們說的都是道理 好像我阻礙了你們團員 可以 你們要回去 就都回去吧 有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在等著 何必去過浪跡天涯的日子 是我太一廂情願了 既然道不同 那就不相為謀 你們想回去的人 都回去吧 小燕子 你呢 你沒有忘了你是蕭家的女兒吧 也沒忘了自己在宮裡所受的委屈吧 別人可以負我 那你怎麼說呢 哥 你今天這是怎麼了 而康和紫薇 絕對不會是因為榮華富貴才動搖的 實在是因為老爺對我們 真的真的太好了 我們實在是感動得稀里花啦的 感動得一塌糊塗的 哥 老爺真的很疼我 將來他認識了你 也會對你很好很好的 你就不要對他那麼冷淡 也不要跟大家吵架了好嗎 不管我們到哪裡 都是十全許美家族不是嗎 我們都是一家人不是嗎 你閉嘴 我不許你再說什麼一家人的話 你的家人只有我 別人都可以動搖 但是你小燕子最沒有資格動搖 小劍 你冷靜下來 大家現在或許一時之間 無法接受太多的衝擊 難免心中有些矛盾 但是矛盾並不代表決定呀 你先不要急 不要誤會大家的心情 至少我一點都沒有受到老爺的影響 我沒有動搖我會遵守我們的約定 你會遵守著我們的約定 會去大理的對不對 我沒把握啊 我一直隨著我的心 常常不有自主 如果大家都改了路線 我可能會跟大家同進退 我知道了 你們全體都動搖了 絕不動搖 只是一個口號 你不會是想用水破我們吧 不過你們 能把你們破刑嗎 你們一個個兒全都中毒了 中毒 嚴重了 你從小沒有父母 你不知道父母對我們的意義 你也不知道那種呼喚的力量 我是從小沒有父母 不知道父母的力量 你父母雙拳 你知道那力量 你知道是誰讓我們 氣死我了 若欽 小姐 你發瘋了吧 你怎麼能對我們的笑心生氣 你太過分了吧 哥 你怎麼能拿水破永期的 你真的太過分了 若欽 你還是想成了 你會不會 她和朋友 你見到你 你真的忍受不了 你 好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还出来做什么 你啊 是一位资深的姑娘 我是一个准备接班的菜鸟 好像还没有正式向你拜过码头 咱们老鸟和菜鸟 是不是应该办一个交接仪式 你这个老外是不是需要我修理一下 都什么结果眼了 还跟我嬉皮笑脸 肖大侠 说实话 你最近这几天 实在不像我心目中那位 峡谷柔情的肖大侠 都忘记什么是潇洒和淡然 也忘了什么是亲情和天性 亲情 我的亲情 早在十九年前就被人斩断了 天性 我看到的只有双手沾满血污的柜子手 杀人不眨眼才是她的天性 当你失去了所有之后 你再来告诉我 什么是潇洒 什么是淡然 你心里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啊 你说的这些话好像有什么玄机啊 她是谁 如果你信得过我 我可以分担你的痛苦 誓言承诺 转眼就像流水一样流走 这时间 还能相信什么 相信自己的心 相信自己的信念 虽然我们不能左右别人的决定和人生 但我们还是要坚定自己的脚步 相信世间的有情人 比如和你这位自身姑娘同宗的班鸠 你就那么开心 甘之如意地作你的鸟类 没办法 小燕子指定的 不当她的同类 恐怕早就被她踢回大不列颠去了 关键林 有时候真希望 你是我们小家义分子 什么 你是说中国的入赘啊 我连这个机会都没了 还说什么呢 老兄 天气冷了 咱们还是回房去报棉被吧 两个丫头 这次我的一道命令 斩首示众 逼走了我心爱的几个孩子 这段日子 也确实让我悔不当初 今天我当着你们的朋友哥哥面前 要送给你们两个一件礼物 以后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这件礼物对你们的帮助会很大 万一以后我又生气了 又想砍你们的脑袋 这礼物能救你们一命 这个是金牌令剑 在朝里只有立下战功的大臣 才能得到这项殊荣 能得到我的金牌令剑 你们傅六叔有一个 赵慧将军有一个 连符伦都没有 今天我破例把这两个金牌 送给小燕子和紫薇 允许你们拿出金牌 就代表我的命令 可以饶你们不死 记住 只有三次的机会 如果你们犯下大祸到第四次 这个金牌也救不了你们了 这三次的限制 是避免你们滥用金牌的权利 这样 你们就应该不会再担心 动不动就被我砍头了吧 老爷 这个我们不能收 不 你必须收下 这是我的赏赐 你只能谢恩 不能拒绝 我 金牌令剑 老爷给我个金牌令剑 可是老爷 如果将来你要砍别人的头 我可以用金牌的权力去救他吗 可以啊 任何人都可以 不过 只有三次的权力 你不要阿猫阿狗都去救 结果自己失去了权力 我看你一天到晚闯祸的 这三次的机会够不够你用都成问题 你最好节省着用 这个礼物太好了 太有用了 老爷 您早就应该把它给我了 这样我们上次的时候就可以用它了 就不会闹得天翻地覆了 小姐 你看我的金牌 你看你看 老爷送我一个金牌 我再也不会被砍头了 我要一个金牌 勇气 你看你看 这是老爷给你的 是你从来没有过的殊荣啊 什么丝荣 这不是丝荣 这是金牌 金的 好了 赶快把礼物收起来吧 千万别弄丢了 拿出金牌 就如同剑道阵一样 它的功效还不止这一点 文武百官见到金牌都要下跪的 所以 你们最好把它收起来 不要随便拿出来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我也恭敬不如从命了 来 紫薇 小燕子 有什么 永齐 尔康 晴儿 不管你们是决定继续留在这儿 经营十全十美面殿 还是决定去云南 从这到大理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紫薇身子弱 路上风吹日晒 尤其要小心 小燕子 喜欢管闲事 却有勇无谋 大家要特别注意她 虽然你们几个都挺有骨气的 靠卖面为生 但是我也让福伦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盘缠 至于穿的 用的 还有些药材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要走长路嘛 还是有备无患才好 好了 你们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照顾自己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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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马 我给您回去 我也要跟您回去 我也要跟您回去 你看 小姐 老爷 我们和小店还有一些未了的事 你先回客栈 等我们安排完这些事 再安排回宫的事 走 小剑 我们快去追他们 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哥 你干吗那么激动啊 我们全体跑出来 把老爷留在面馆 他会怎么想我们啊 我管他怎么想 小燕子 你不能跟他回宫 那个皇宫不是你的家 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当初 阴差阳错的进去也就罢了 现在 好不容易出来了 你再要回去 我说什么也不许 小剑 小剑 你答应过我不说的 你后面破坏勇气和小燕子的幸福呢 我求求你 好好冷静下来好不好 或者 我们可以编分两路 而康和紫薇跟老爷回宫 我会勇气小燕子跟你去大理 好不好 为什么 小剑 如果小燕子肯跟我回宫去 我肯定会让他幸福的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无论如何 我的父母都在皇宫 以前的痛苦 早已经结束了呀 勇气 要不你就挥刀断情 放掉小燕子 要不然 你就壮实断腕 砍掉你和那个皇宫所有的关系 如果你能为小燕子 放弃你那个老爷和那个皇宫 我可以勉强接受你 否则 你就是我的仇人 我不许你再接触小燕子 小姐 感情的事不是拥刀砍的 也不是壮实断腕 我们回贺家谈 都要在勇气和小燕子面前谈 嘿 姑娘老兄 有话好说 这么激动干嘛 大家被老爷感动 是人之常情 将近比心你也会感动的 小燕子 你又有脑子 你不是说 小燕子无辜无辜 却成长成为这么快乐寂寂的姑娘 是你最大的安慰吗 哥 我崇拜你 认了你我真的很开心 可是你不是我主人 我有自己意志的 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 我们大概是发誓要跟着你 现在情况改变了 那我们也就改变了吗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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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个老爷 就是我们的杀父仇人 他不止杀死我们的父亲 逼死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叔叔伯伯被牵连入狱的多达十九人 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 沐前方百地想压住这件事 可还是阻止不了 不可能 我今天要说的是 本来应该是一个永久的秘密 即使晴儿也只是一知半解 假如勇气能够放弃那个皇宫 为了小燕子的幸福 我已经准备放下这段仇恨 让它烟消云散 但是事与愿为 我只能说了 我们的爹 你也知道 是江南第一侠 他从不求功名 只是行侠仗义 我们家产业很多 到处都有田地 事实上 洛阳那家牧场 也是我们家的 我们的爹 武功盖世 忌恶如仇 当然 数打招锋 也有很多敌人 有一天 突然来了一群官兵 在我们家大肆搜索 接着 把我们家团团包围 经过一场血仗 我们的爹刮不敌众 被官兵抓走了 我们的娘 拼命奔走营救 全部失败了 那时 我七岁 薛英 我先去了 没什么可怕的 生死算什么 我们还有生生世世 时辰已到 行刑 在大批官兵 再来抄家抓人之间 我们的娘 在最后关头 把我叫到面前 郑重地嘱咐我 小枫 你可以忘掉爹 也可以忘掉娘 但是一定不可以忘记 你有一个妹妹 小月 记住 一定要记住 你们一个往南 一个往北 将来有一天 一定会团聚的 小枫 这是你妹妹 她的背景上 有一个红色鸟形的胎记 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 假如有一天你们走散了 要认妹 就认这个胎记 记住了吗 娘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妹妹 走 少爷 少爷快爬 官兵追来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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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她已经在火场中 斯文了 少爷 娘 娘 这就是我们爹娘的故事 任须念 十月十七日 是我们爹娘的祭日 小燕子 小燕子 你的生日不是八月 是任须念 四月六日出生的 那个时候 你才六个月吧 你确定你爹是被冤枉的吗 如果他是青龙帮的乱党 他一定会被砍头的 这是大清利律 人人一样啊 在七江镇行刺的白莲教徒们 也全部斩首了 只要占上乱党的罪名 就一个都逃不掉 这是每个朝代都一样的事 乱党乱党 有多少人被扣上乱党的名字 杀了头 当初 你们几个 不是也被乘坐和乱党构结吗 我大理的唐叔跟我说得很清楚 我爹绝对不是青龙帮的人 但是 现在追究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爹 反正被乾隆杀了头 小剑 你可能认错了妹妹吧 你看过吗 小燕子背上 有红色鸟心太继吗 那个金慧师太不可靠 不能凭这样一个线索 就认定小燕子是你妹妹 说得没错 说不定 小燕子根本就不是你的妹妹 我们需要雁鸣正身啊 不用雁鸣正身了 我看过那个太继 红色鸟心 那是洗花半澡那天 我还对小燕子说 我知道她为什么叫小燕子 因为她身上 我这个太继 想爱是为了彼此守护 不该让你我笑碎 我知道我并不高贵 但是我却不卑微 只算变成选择题 为何我们必须面对 有些难备有何处归 如果你一去不回 我也用潇洒的泥泪 山脚水平这么出轨 我知道人生没有是君是美 相聚过欢笑过甜蜜过流浪过 点点滴滴将在我心里辗转来回 你带着想带着泪没有后悔 只想问一句天大地大 任何处归 你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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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边人 你坐下来